- 紧接着2013年我们成立舰载航空兵部队 要解决舰载机上舰飞行员培养的一系列问题 这是一个起点 它的意义在实现了舰载航空兵部队的领导突破 当时面临的困难 应该说是上线技术的空白 大家一起琢磨不停地迭代 最后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 переход от назем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к авианосному подразумевал перемены как в силе, так и в радиусе действия стратеги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смещалась с морской обороны к операциям в открытом океане 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们第一次就采用了低空发射反舰导弹的这样一个战术破面 这个是紧贴实战的 它的意义就在于航空兵从能上舰到能作战的一个转变 我是两枚反舰导弹同时发射在低空 我写了一个英语在头盔上 Shoot them 当时我到了300米高度 其实我扳机已经抛下去了 但是没有看到预想中的那个Shoot 然后检查了一遍 发现自己的操作应该说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带一个羊角继续爬射 突然就点这两枚弹掉了 我看到Shoot这个字母出现了 两枚弹从左到右依次发射出去 在2021年Shoot install the captain Shanduna 这是一流海军离不开一支强大的航母编队 它是捍卫我们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平台 这个是我们在进行舰载机出动回收的模拟的这个推演 航空保障的重点就是保障舰载机的起飞和轴舰 怎么样提高航空保障能力 我具备快速出动和快速回收的保障能力 这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每一个飞机的停机位距离非常近 充分地运用了整个甲板这150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 它现在飞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这个保障的难度 操作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最后要达到满载出动 所有的飞机上线 有望今年我们就能达到它最好的状态 我们设定了这个最大的除能量的这个飞机 然后飞机的回收呢也尽可能地快 让飞机以最短的间隔来着建 叫Clean Deck Fall Deck 这两个状态 必须进行远海的训练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 现在站在那里的飞机面 没错没错 我们在渤海里面永远练不出太平洋的能力 我们责无旁贷 带着这支队伍 要走向远海 走向战场 来实现我们的使命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